你故意的 我真的怨我 以为何缘分邂逅 握紧的双手 感知的温柔却不得厚 你还要喷香水的习惯 对啊 昨天开心嘛 我就喷了一瓶 今天味道应该挺淡的了 应该闻不到了 流浪的蒲公英 在你怀中结束了漂泊 我和你相爱 我和你相爱 在生动的时候 不再沉默 不肯罢休 要做红领的双手 也要甘愿做亲爱的喉咙 一剧生下的 生气了 太好了 不用送少爷 今天我就能泡个早在身了 下班 对 对 你 那么 晓晓 好 我想什么呢 睡觉 睡觉 哎 等等 不上来吗 他闻到了吗 等等 你那天说你有想法了 已经打完事了吗 嗯 一会儿到工位上 我会给华西新片人士打电话 那让我打吧 你不是都让我训练训练吗 那这次可真是个训练 希望你别后悔 你让我打电话给华西新片的张姐 说我们找到四个候选人了 问她面试安排在哪天 嗯 嗯 我们什么时候找到候选人了 现在还没有 但你打完这通电话就有了 你是说谎报啊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会交违约金取消合作的 嗯 照我说的做 真的要打吗 打 喂 你好 独角兽崔家燕 崔小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这么出色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 十五分钟 她夸了我整整十五分钟 我第一次被夸得这么作力难安的 陆离 她还说要把我们写到日报上 着重表扬我们 这死亡flag已经立下了 你必须给我背出来三个候选人啊 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疯的 难怪你让我别后悔 放宽心 刚才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第二步 就看和候选人的沟通了 昨天我们打了一天 今天列了个flag就能找到候选人了 好 好的 那是周五上午十点还是下午两点 没问题 好 老实交代 就这么说呢 因为我对候选人做了筛选 本地求职者 只找非本专业的 而本专业的 只看外地求职者 为什么 因为华西芯片的员工福利和培训体制都很好 嗯 这个我研究很久了 华西 将起全资控股 而且招聘的福利条件非常好 而且稳定 就是钱少 所以它相当于一个适合养老的条件 招聘的却是一个年轻人冲进大的岗位 所以很难招人了 分析得很对 但你偏得离谱 华西芯片 典型的跳板企业 跳板 华西 背靠大树 项目规模大 钱虽然少 但是可以给履历相金边 所以是作为跳板的首选 这要是在别的行业绝对不难招人 但是在狼多肉少的芯片行业里面 履历比重低 跳板 也就成了鸡肋 所以履历匮乏的外地求职者 和本地专业求职者 就是华西最好的选择 对 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 还有两个候选人要给到华西 记住 先说项目引起兴趣 马上说钱 对方很有可能会被劝退 但是这没关系 会为你接下来的对话 打下坦诚的基础 而信任 是沟通最好的基础 但这样的候选人 华西要吗 当然不要 华西要是能认清楚自己的处境 早就找到人了 所以你最开始的内通电话 到底是什么目的 这要到明天上午开会才能揭晓 是不是特别想提前知道啊 不行 反正我迟早会知道 来 依晨 突然有点渴了 小小肯定想知道 我也有点渴 拜托 我好不容易有点分享欲言 随你便 恭喜我们今天下午成功搞定四个候选人 插我完成任务 来 来 干杯 这菜太好吃了 感谢陆哥请客 别客气 陆哥 为什么叫他陆哥 就 不由自主的就觉得他很厉害 那我呢 教成崔姐听听 这 崔姐 萧萧 怎么那么可爱啊你 来 崔姐给你加一个小肉肉吃好不好 来 哎 陆哥 嗯 你上次逼催催给华西人士打的那个电话 到底什么目的 其实答案很简单 既然他们看不清楚处境 那就让他们看清楚 嗯 喂 喂 张姐 抱歉 这么晚打扰了 哪有的事 这么早是 候选人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候选人 太好了 嗯 坏消息是 候选人其实是从外地来的 他提出 希望咱们急于补助 这不行 那 能让老板参加面试吗 也不行 那这怎么办呢 我都已经答应他了 为了挽回候选人 我只能说老板会参加面试 对方这才看到了公司的诚心 才决定要来的 如果说老板不参加的话 那 什么 其实这也是好事对不对 一 可以让老板看到你工作的辛苦 二 候选人也会更有信心 说实话 咱们其实没什么优势 成心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行 好 那我们先这样 张姐 早点休息 我懂了 说服领导参加面试 让老板充分了解面试者的需求 以此降低条件 毕竟老板才是决策者呢 但是你怎么就能确定 人是能劝得动领导呢 思考个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打这通电话呢 因为他很有可能已经当日报报上去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撤销不了了 只有在这样的压力下 他才会用尽全力去主动邀请领导 你不怕人家生气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我能帮他招到人 那极大欢喜 我们下一次自然还会有合作 如果我招都已经用了 我还是没有招到人 那就是我能力有问题 我跟他处得再好也没有用 那要是万一 就是还是招不到呢 崔家燕 你记住 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 成功就是你比别人多是几 现在我方法都已经用了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了 对吧 明天下午 候选人陆续参加面试 明天上午 我们两个去给候选人做面试辅导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一周之内就能回款 陆离 你真的很优秀啊 崔家燕 你能不能不要盯着我看 怎么了 我闻到了 你的香水味比昨天的药浓 我很喜欢 崔家燕 明天上午 约了候选人在华西公司楼下 做面试辅导 我们来对下行动方案 老大 你打劫了 假钥匙 这都是为下午准备的 我那个车不是送修了吗 你的车毕竟比较可爱 对于求职者 尤其是外地来的求职者来说 有钱的猎头 可以迅速建立新鲜 对了 对于你们两个 大后天有个峰会 很多优秀人才会从中脱颖而出 你们准备下资料 我们可以筛选一下 推荐给麦西 好 这这吧 快找 路虎还是打击啊 路虎吧 红色的 适合你 就这个 装衣有钱人太难了 有钱的猎头 才会被候选人信任的 张艺说他是换成啊 他可能要迟到了 没关系 走吧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面试辅导 能不能顺利 路虎的车是什么时候送修了 不是你上回送我那会出的事吧 没修 啊 陆老大想坐崔姐的车回家 但是今天辅导 又不得不用车 所以只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那我得给崔姐 分享一下这个友证 不行 陆老大给我红包 让我保密 我收了 那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瞒你 哈喽 这边这边 哈喽 谢谢我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恭喜恭喜啊 我听说有个叫张艺的候选人被录取了 咱们最近总算是没白忙活 但你不知道今天有多紧张多刺激 我差点以为肖墓要黄了 三天后张艺入职 我们就会有第一笔猎头费到这儿 后天峰会的入场券我也拿到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储备人才 一边储备资金 万事开头难 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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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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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姐怎么了 她是不是被我们感动了 她一定是被我们感动了 哩哩哩哩哩 打扰人谈恋爱是会被马踢死的 嗯 合作 起来 在沙漠里长绿洲 却发现一个宇宙 伸出了双手 想抓住什么 却怕若狂 过了这么一天 你有没有好奇过我 为什么我的公司签了这么多期 我一直不让太过程 我其实第一天就想问了 不继承财产 就不会继承债了 你父母是负资产 你为什么要女产 因为这是我父母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放弃 这货 非常严重 我们已经尽力了 您还要 看他们最后一面吗 我 我发现之前的二十多年 我被他们保护得太好了 现在 可能我保护他们 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我一直都是司马斗回来 但是我心里知道 我根本就做不到 知道你的出现 我才知道 我有了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 谢谢你的出现 崔家宜 也谢谢你的出现 你能跟我去一个地方吗 你能跟我去一个地方吗 这是 这是我以前的家 后来抵押给银行了 那你带我来这里是 进去啊 不然呢 崔家宴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对 就是你想的那样 来 我跟你说啊 这个别墅他有事 快快快 大人替我先进去 快呀 给我给我弄个小子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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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这别墅男女主任都出事了 有钱正为命花呀 走吧 这别墅男女主任都出事了 有钱正为命花呀 走吧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过来啊 过来啊 你这儿还有这个 我这儿的宝贝可多着呢 爽 你悠着点喝 喝多了我可不管你 我不会喝多的 就算喝多了我也不用你管 怎么今天突然想带我来这里了 不知道 就是开心 就是想来 自从房子被抵押之后 我一次也没来看过了 那怎么今天赶来了 你话怎么那么多呢 久不香吗 我好想见 之前是我不好 把你糖盒子撞地上了 我陪你一个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我爸爸亲手给我做的 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不重要 只要你开心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弄来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弄来 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带着这个糖盒子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调皮 我每次都把自己弄伤了 然后我妈妈就会拿这个糖混我 刚好我对这种五颜六色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他每次都很管用 所以后来我爸爸就特意研制了这个糖盒子 我每次都拿着它 只要我不开心了我焦虑了我就会吃一颗 特别有用 所以我后来就养成习惯了 爸 妈 你们看到了吗 我现在有两个糖盒子了 谢谢你啊 陆离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总带着一个保温杯喝枸杞茶 嗯 因为我想长命百岁 那不得早早养生啊 对 敬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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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妈妈亲手中的 阿姨真厉害 其实小的时候我爸妈创业都很忙 都没什么机会在家里 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写作员 后来公司发展得好了 我妈妈也轻松一点 一样远远走近来的楼楼 可是我 学长大了 没什么机会在家里 然后我妈妈她就种了 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花 等我回来 可是后来一句 不说就谢了 你呢 你家庭一定很幸福吧 我没有吧 我妈走之后 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 她悄悄经过 你的窗口 你的窗口 空气勇气 面对真实自我 以后我照着你 想回忆拼走 想回忆拼走 崔佳燕 你到底有什么牌子香水 我这款香水 还有一个情侣南乡 我不想你回忆拼走 我不想你回忆拼走 我不想你回忆 不离 我这儿有一个岗位 你要不要音频一下 什么岗位 我这儿有一个人了 类伍 你哪儿有一个人 我这儿有一个人 我这儿有一个人 你哪儿有一个人 我这儿有一个人 要跟人做亲爱的朗诺 遇见生肖之后 再携手走过 太远迷脱 祖佳颜 你是故意的 你心跳得好快 你就好 就好 最后一天 在这一天 对对对 对 happen 那 感谢观看 不 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离带我回来的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了 他人呢 我心虚个鬼 这明明是我的家 我什么都没看 我昨天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我胆子也太大了吧 陆离呢 奇怪 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烦的 音乐 呃 呃 好好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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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是有毛病吗 你们俩双动态吧 你俩明天就峰会了 你俩还没什么 能不能认真点 认真点 认真点 认真能认真 认真 认真 文 Johny ジstr 起来了 落子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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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妹啊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叔 都已经准备好了 母亲 崔家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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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这裙子好看嘛 不颜色太鲜艳了 好紧张啊 怎么了 我刚看你拿汤盒了 你要是紧张的话 就吃一口呗 不用了 我现在有你了 崔经理 我来应聘 呦 工作做得挺详细的嘛 怎么样 能应配上吗 我这些裙子好看吗 你最好看 不错 不错 回去等通知吧 哎 通话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的候选人男朋友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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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官大人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及朋友们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参加我们的 13亿科技行业 高峰梦谈研讨会 今天 我们将有幸聆听 来自全球的科技领袖 和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 他们将分享 关于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等领域的 最新进展 和前沿思考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这个时代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 我们怀揣着激情和梦想 希望在这场 思想的盛宴中 碰撞出新的火花 所谓科技的未来发展 献计献策 下面有请我们的策约嘉宾 潘岳峰潘女士 上台发言 大家热烈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十三亿 大家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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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姿 ahora 马基的人是何总监 在休息室 今天会场上 所有的技术大佬的名片 都在这儿了 虽然麦希内网上面的 那些薪资简历得到保密 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既然他派人来峰会 那就证明 峰会上 一定有他想要的人才 马上到学习室了 问清楚就可以行动了 万事俱备 只签东风 何总监 何总监 抱歉 何总监现在正忙 请 何总监 我们是签约猎头公司的 何总监 何总监 我们不耽误您时间 我就把我的招聘细则给你 好吗 两位不要为难我了 下次再约 好 那何总监有空的时候 请联系我们 谢谢 这不是陆离吗 何甜甜 你来干什么 被拘职门崩了吧 人家跳槽都是往高走 你倒好 往低跑 可至少我们的独角兽 是签约猎头 我们是有竞标资格的 你们领行 就算员工一百 没有邀请函 一样是没有竞标资格 陆离 你不知道谈恋爱 会使人降低智商吗 这次我赢定了 何小姐您来了 何总监就等着您了 领行不是没有邀请函吗 想知道她们在里面说什么呢 何小姐您来了 何总监正等着您呢 领行不是没有邀请函吗 想知道她们在里面说什么吗 这是 刚才我就查觉何总监态度不对 我灵机一动 打通电话 把手机藏在里面垃圾桶里 聪明啊 这个何总监等我们走之后 一定会和其他人说她奇怪的行径的 嗯 等等 你说你刚用手机打电话 我 你用的是我的手机 还在哪里同理 噓噓噓噓 想不想听 全力之策 原来麦希内部早就确定想找的人了 就这个 刚刚峰会上最中间的那个女士 就这个 还有那个何甜甜 等等 何甜甜 何总监 看来我猜的没错 稍等我一下 我确认了 刚才我前同事告诉我 原来麦希和领航 他们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为了这个峰会已经准备有两周了 哦 事情现在明确了 何甜甜当了经理之后 想要和麦希建立合作关系 但是因为麦希是跨国企业 规矩严明 邀请函数量有限 要加入一个就必须踢掉一个 刚好独角兽是弱 所以就瞄准了独角兽 对 所以即便我们有邀请函资格 等我 小兽已经单方面被判了死刑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别那么紧张 我是来帮崔小姐的 嗨 嗨 我倒是有个主意 能帮你 重回麦希合作人 什么办法 确定要在这儿聊吗 有时间吗 请你吃饭 我 也�了 我 觉得我会给你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我感觉你吃饭 我还不吃饭 我记得我 我还不吃饭 我会给你吃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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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有点反常 你的裙子很好看 是我吃醋了 我猜到了 这座位怎么那么不舒服呢 那我帮你跳一下 那我帮你调一下 我帮你跳下 轻轻有你在我身旁 温暖是天空的宝藏 而你是身体烂 中我的脚伤 一会儿好久了 我们前边静坐在个火旁 偷偷在你前面 在你身上是小勇往 我也是你也是我 你也爱 我也是前边的曙光 逐渐变明朗 我们一起逃离无聊日常 清醒有你在我身旁 晚霞是天空的宝藏 而你是上天给我的脚伤 我们前边静坐在个火旁 对着了心水少勇往 爱随着天边的曙光 逐渐变明朗 崔家燕 你们来干嘛 我们约了杨副总 你们认识我领导 我和你爸爸呢 也算旧相识 你爸爸能力很高的 独角兽的能力呢 我们也从未怀疑过 谢谢您的夸奖 但是 这次你们公司 是不可能参与竞标的 为什么 我说的 陆陈江 混账 你就这么称呼你爹 爹 实话告诉你吧 小姑娘 你的这点债务 在我这里 不值一提 只要陆离肯答应回来 继承我的财产 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他要是不回来 你的独角兽 就等着倒闭吧 这就要看陆离 是选择你们的爱情 还是什么狗屁坚持呢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你不是说你爸死了吗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不是你爸 但是他一句话就能决定 独角兽的生死 崔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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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的事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行吗 你要和我说的只有这个是吗 崔家印 我以为我努力了就能竞争 我以为我能给自己拼出一个希望 但我没想到会被这种荒谬的理由打破 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为什么陆震江逼我 你也要逼我 难道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我能拯救你的公司吗 我逼你 我逼你 陆露 我以为我又要有一个家人呢 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了 回去继承你的家业吧 你不能称调 你要没有想到我 你不能再逼我 你不能再拎他 你不能再拎他 好 其他人 生了直接飞载 她快來 不太愛 我不想到 我わ Je Model 我愛你 找我 算了 打碎了还要重新打扫 到时候未到整个屋子都是 打碎了还要重新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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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来看你了 妈 我最近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 可我没想到 陆震江他又出现了 他已经害得你离开了我 他也想让他也离开我 我不会让他得手的 在那边照顾好自己 我走了吗 进 是你啊 坐 不做了 我是来向您道歉的 一会儿我就会向陆震江低头 估计有一阵出不来了 崔家燕在投标会上 就劳烦您照顾了 不用特意关照 公平就好 你都已经继承家业了 他还来投什么标 受纳罪 他想让独角兽恢复到 他爸还在世时候的样子 光有钱是不够的 你们两个也是真有意思 在你来之前 崔家燕刚找过我 主动放弃了 投标邀请函的资格 什么 他主动放弃了 放弃了独角兽 他说 这个选择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他不想看到你 做这么痛苦的选择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崔家燕 你在哪儿 你不会躲在哪个角落哭吧 杜教授对你那么重要 最后竟然为了我放弃了 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太自私了 找什么呢 崔姐在会议室 我一直都特别好奇 为什么这么优先选择独角兽 我会选择独角兽 我会选择独角兽 其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 这 真的吗 是吗 第二个是因为独角兽 也算是 嗨 我马上聊完了 你等我一会 嗨 觉得信了 第三 我也是想测试一下独角兽的一个能力 假设这次案子办得不错的话 后续你会考虑一些选错 那如果我们成功搞定潘岳峰之后 你们公司其他的那些空缺岗位 能否也由我们来负责 当然 那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看你们这儿员工招的也不是很够 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我就是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对了 那潘经理的事 我就静候佳音了 好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听麦希的人说了 你拒绝了邀请函 公司要是倒闭了 你还怎么做项目 尤其现在项目不够还债的 回去说 其实最开始我去麦希 只是去拒绝机会 退回邀请函的 但是我在那儿遇到你爸爸了 你爸爸说 其实潘月峰早就被麦希向中了 而且他也知道 游雪千在和我们有接触 所以他就提出 我们可以比一把 如果我们能把潘月峰从他手中抢走 能做到他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他就帮我们清账 我想这是个更好的办法啊 如果我们这单成了 那我们不需要储备资金就能赢 前提是 有一个 对不起 你生太混蛋了 你还跟你是个那样的话 你那天差点气死我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吗 那这个 有什么 你一直都戴在身上吗 你的疯口 拿来吧 你一疯了 空情勇气 面对真实自我 想回忆别 我还让你一个人 面对陆成江 我知道这个过程 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他没有欺负你吗 他一个老头子 他能欺负我什么 他就是没想到 我会做得这么绝 又不想放弃一个 逼你的机会 所以他又推而求其次 选择了这个决定 前提是 如果我们输了 你要和他一起 去祭拜你的妈妈 当年我妈就是 被他给逼死的 我还是我更期待的 你振作起来 我现在把战场 从你父亲的手中 抢到你最擅长的领域了 接下来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用你的能力 堂堂正正地击败他 你干嘛 不要和自己都介绍 你忘了 你现在还是离职状态的 前男友 那请问 我可以申请反应吗 请问一下 技术不信 咱们不许录用 技术不信 来 我们好好聊聊 我哪方面技术不信 你不喝咖啡了 你不喝咖啡了 手而不易 我成年了 我请你去楼下喝咖啡 好